來關心驚靜方面的消息 自己是京方順路看到一台轎車 歡迎停車 現過的車牌和車身不符合向前伴車 開車的南柱車通過下來 突然加速的馬区度約 接著歡迎開車的萬車度上 最好自動落車的鐵皮給我們 京方又多伴車 南柱原來是一名獨片的通知環 向朋友救車多出 想不到救到一台AV車 也跟他們處被京方查到 京方在家的市区順路 歡迎白色的轎車逆向停在路邊 京方查出他的車牌是假的 準備整方盤車 沒想到開車的南柱 馬上加速落跑 那開民駕駛 所有見警方上前 立即駕車 立即向朝中效路侵蝕 京方一看到南柱烈跑 馬上又在後面 只看到烈跑的車輪在樓林飄移 一方轎車看到車逆向衝來 趕快撐 南柱在我立場想要把京方駛掉 一個人撞幾個台 停在樓邊的車輪都沒有停下來 一直撞到樓球的鐵皮才停下來 京方總共有了二十多分 終於將這名開車的南柱台北 並斷回派出訴診斑 本所同仁立即無線電通報 情務中心攔查圍捕 在行刑當中 該部自小客車 插撞停放紅綠登機路旁的車輛多步 最後自撞在國外路橋下的鐵圍梨 所以警方趕到後 該民駕駛立刻倒車又衝撞警車 最後棄車逃逸 被同仁下車追捕 原來四十四歲的男生男主席統計犯 他開到跟朋友借來的車多出 不是就朋友的車掛駕駕駛白 被警方看完後 心悲才的家屬鬧袍 不過最後也要是被警方台北 以法上班 先想到民家的車採訪 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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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